这里呢我们看甲乙丙三个动作 甲呢就是糖解作用 葡萄糖分解成两个饼酮酸 这叫糖解 那糖解作用什么时候会发生 都会发生 最后起来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过程分为两个 一个叫有氧呼吸 有氧呼吸 一个呢是酒精发酵 不论是有氧呼吸 还是酒精发酵 都一定要先经过糖解作用 对吧 所以有氧呼吸就是甲反应 加上丙反应 产生的饼酮酸进入粒腺体 把它完全氧化成二氧化碳跟水 所以丙反应发生在粒腺体 好 所以是甲加饼是氧呼吸 如果是酒精发酵呢 先糖解作用 后产生的饼酮酸 变成酒精级二氧化碳 那其中甲跟乙 甲跟乙是发生在细胞质 就可以产生了 只有那个饼酮酸 完全氧化成二氧化碳跟水 需要在粒腺体进行 好 这样子之后 选项我们一一看 甲一反应在细胞质 对 甲一反应都有ATP产生吗 已没有 已无 Why 糖解作用产生两个ATP 丙酮酸变成酒精和二氧化碳过程 没有ATP产生 没有 所以净反应 整个发酵作用 只产生两个ATP 发生在糖解作用 为什么没有 就是没有 那是在糖解作用发生的 那是在糖解作用 糖解作用是 一堆酶 你说哪里有辅酶吗 其实都有 因为它们会产生NADH 那就是辅酶在参与 FADH2 那是在立腺体里面才发生的 好 C选项 酵膜菌可不可以进行反应 也就是酵膜菌可不可以有氧呼吸 当然可以了 酵膜菌在有氧气的状况之下 行有氧呼吸 所以这题是对的 酵膜菌可以进行甲跟饼 它可以进行饼反应的 酵膜菌可以有氧呼吸 好 饼反应说产生ATP最多 没错 因为甲它也说产生两个ATP 然后呢 这个饼选项产生30个ATP 所以有氧呼吸 加起来有32个ATP 所以这个猪选项 饼所反应产生的ATP最多 产生30个最多 好 100亿 就是酒精发酵这个步骤 一定要有氧吗 刚好不对吧 是缺氧 缺氧才会行酒精发酵啊 所以这里1就不对了 好 这是四十题全